今集會帶大家吃盡澳門美食 包括著名的葡萄、葡國菜 還會品嘗即叫即做的布拉腸粉 立即開始吧! 第一集來到著名的觀亚街 觀亚街位處澳門探製市中心 是澳門首個行人專用區 第一站來到安德魯餅店 由英國人Andrew Stroud於1989年 在盧環開設的第一間店鋪 基本上餅店只出售一款產品 就是葡萄 店鋪後面是工廠 即場製作,每日新鮮出爐 當日買了6個葡萄店 店員會幫忙裝置紙袋,方便大家拿走 新鮮滾熱辣的葡萄出爐 吉不合格的關係已經先吃了2個 看來很好吃 記得把熱辣辣的時候便要品嘗 冷了便不好吃 很有蛋香味,而且葡萄皮非常鬆脆 絕對想多吃幾個 下站來到葡國美食天地 餐廳位於藤仔舊城區觀也街附近 提供地道價錢相宜的葡國菜 店鋪的裝修很簡單 以紅白格仔桌布,木桌椅作為主題 這本是餐牌 價錢亦比想像中便宜 另一本是餐牌又想,又需要參考一下 點餐後便會送上麵包 大家不要被外表騙到,以為是很鬆軟的麵包 實際是超級牙,硬過我的命 大家儘量不要吃 食物送到,首先是馬駕邱球 馬駕邱是雪乳經鹽醃製 再加上蒜蓉、洋蔥和其他材料製成 比想像中好吃 既有魚香味,亦有薯蓉味 配搭非常好,建議大家一定要點來試試 第二道菜是西班牙海鮮飯 如你所見,海鮮飯有幾款材料 包括圓隻蟹、蝦、蟹 整體是非常香口 還有圓隻蟹蟹 非常足料,很好吃 飯完全吸收了海鮮的香味 所以相對來說會比較鹹 但真的很好吃,大家一定要點 最後一個是蒜蓉沙甸魚 老實說,這個沙甸魚比較普通 比較多油和多骨 算是不過不失了 下站是添好運石磨腸粉 這間是當時隨便找的早餐店 因為鄰近酒店,所以選擇它 地址會放在info box給大家參考 旁邊的餐牌 詳細列出不同口味的腸粉和價錢 亦可以交配材料 價錢不算貴,3元起就有交易 首先店員會預熱貼盤 然後在貼盤上塗上食油 防止腸粉皮會黏底 然後拿一殼粉漿倒入貼盤 再擺動貼盤,令粉漿平均分佈 放入不同材料 例如牛肉、雞蛋和蔥 放入所有材料,就可以推入蒸爐 在燈袋時,快要處理另一份煮好的腸粉 用刮刀挑起腸粉皮 再剷起腸粉便完成 腸粉做好了,便拿回酒店吃 整體來說,腸粉皮比想像中厚 配這個份量,如果可以多一點便更好 但整體來說,也是好吃的 推介大家可以試試 下站來到著名的二信牛奶 由來自澳門羅盛家族創立 至今擁有超過百年歷史 而且當年獲得米芝蓮子男推介 由客人來到澳門必食的美食之一 這是餐牌,由甜品到熟食也有 兩碗雙皮奶和一碗燉雞蛋 一共是$91 不過不失,但相比之前 我覺得份量好像少了一點 吃兩口便沒有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呢? 然後來到以洩情前地 圍處澳門中心區域 歷來上任的澳門總督 都會在此舉行儀式 檢閱駐澳門的海陸軍隊 周圍一帶的建築物 都極有歐洲特色 大家有興趣可以花點時間欣賞 再參觀玫瑰聖母堂 建於1587年 由西班牙聖多明我會所見 奉玫瑰聖母為主堡 教堂感覺神聖莊嚴 提供一個寧靜長毛的地方 沉靜心靈 亦有不同的人像 可以讓大家參觀 在一般參觀時段 這些座位便不會開放 大家按照參觀路線前進 有時間大家可以逛逛玫瑰聖母堂 我們現在來到澳門最新的景點 澳門觀光塔 我們已經賣了票 以及送了兩張木的帽子卡 挺漂亮的 可以收藏或寄都可以 我們現在快點進去吧 因為它收了8時 快點走 觀光塔一出來 就已經在這個位置 一望模式 整片澳門半島的景色 但聽說有人腳軟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會看到 六十多層的車路 變得很小 如果怕也不怕 可以看外面 就是澳門半島的景色 盡收到眼簾 然後乘坐升降機 往室外觀光廊 室外層就是這樣 個人感覺室外層會比較舒服 有更多休息的地方 而且可以近距離欣賞澳門半島的景色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外面是一個平台 沒錯 澳門觀光塔 有提供空中漫步的活動 工作人員會帶領參加者走一圈 作為參加者拍攝相片 真的很有勇氣 不怕高才能做到 新聞處也展示了不同活動組合 例如笨珠跳 高空飛 空中漫步 白步登天 還會顯示各種笨珠跳的姿勢 分為初、中、高級 雖然有很多姿勢可以跳下去 但敢不敢跳下去才是重點 這裡也展示了世界著名的獨立式高塔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參考一下 一連三集的澳門之旅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